大家好,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如果问起历史最强NBA球队 可能每个人给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 包括但不限于96公牛、01胡人、17勇士、86塞尔提克等等 但如果把问题的范围扩大到历史最强篮球队 不仅限于NBA,似乎争议就会减小很多 答案也基本都指向同一支球队 1992年奥运会美国国家男子篮球队 即大名鼎鼎的孟一队 美国男篮最先被冠以孟之队的称号 便是在孟一席卷全球之时 他们的对手甚至都不以迎球为目的 反倒争相上前所要签名 甚至在很多人心中 孟之队这个称号只属于孟一 后来的孟三、孟八、孟十等都相差甚远 毫无疑问 在地球真实出现过的所有篮球队里 孟一就是历史最强 他们代表着世界篮球技术的最高峰 我们可以用任何词汇来形容他们的强大 那么孟一究竟囊括了哪些英雄豪杰呢 孟一征服世界的过程又是怎样的惊世骇俗呢 今天让我们重温孟一 那只震撼世界篮坛的冠军之队 王者之师 奥运会最早是非商业性质的体育赛事 因此国际奥委会一直禁止 NBA这种商业联盟下的职业球员参加比赛 因此每逢这种大赛 美国篮协总是派大学名帅和大学球员上阵 但美国篮球的整体实力在世界首屈一指 纵然有上述限制 他们也仍然能统治奥运会 自1936年柏林奥运会将篮球纳入正式比赛项目 直至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近50年的时间内 除了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因抵制苏联拒绝参赛外 美国男篮只让金牌旁落过一次 那便是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 美国在决赛一分惜败苏联 但那场决赛具有很大争议 最后时刻的判罚问题 哪怕在如今被提及 都会引起广泛争论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看 以此为原型改编的电影《绝杀慕尼黑》 除了这两次意外 美国男篮在11届奥运会上 共拿到9枚金牌 还包括一波七连贯 拥有极强的统治力 但无敌之师的神话 在1988年被终结 1988年汉城奥运会 美国队在半决赛 遇到了Sabonus领军的苏联队 他们虽然拥有1987年状元上将 和1988年状元Danny Manning 但这二人彼时还未正式打过NBA比赛 根本无法奈何成名已久的Sabonus 苏联最终获得了胜利 两年后的1990年篮球世锦赛 拥有两大榜眼Kenny Anderson和Morning的 美国队再度在半决赛输球 他们赋予南斯拉夫队无缘决赛 最终只拿到季军 至此 美国篮协终于意识到 各国篮球实力都在提升 只靠大学生参加比赛 拿到金牌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而1989年4月 FIFA投票决定 取消队职业篮球运动员 参加奥运会等国际赛事的限制 于是美国篮协考虑和NBA联合 组建出一支由NBA球员组成的球队 在1992年巴塞隆纳奥运会报仇 以胜利和冠军挣回面子 美国原本将南斯拉夫和苏联视为假想敌 但1991年苏联解体 南斯拉夫分裂 两大强劲对手轰然倒塌 美国夺冠的压力大减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仍然决定派出空间强大的阵容 与其说这是杀鸡用牛刀 不如说这是杀鸡用屠龙刀 很多人都很费解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时任NBA总裁Stern的小心思了 彼时正处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 Bird Magic黑白争雄的时代快要落幕 即将迎来Jordan的时代 美国的目标不仅是赢得冠军 更是征服世界 彻底在世界范围内打响NBA的名声 让世人了解篮球运动的巅峰到底是怎样 毫不夸张的说 梦一出征之日就将是篮滩 统一之时 以上便是梦一队组建的前因 有人说Sbonus对世界篮球的最伟大贡献之一 就是1988年率队干掉了美国南篮 因此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 促成了梦一队 呃 这话似乎也有点道理 于是摆在美国篮鞋面前的只剩下了三个问题 第一 谁能加入这支注定名锤轻使的超级球队 第二 谁来执教这支注定大牌云级的球队 第三 那些最能代表美国乃至世界篮球最长实力的巨星们 真的愿意出战奥运会这种赛事吗 Magic Johnson迫切想去奥运会 彼时的他年薪只有240万美金 场外的商业收入却接近千万 因此 他知道参加奥运会能获得多大的商业利益 在确认感染HIV后 他去巴塞隆纳的决心更加坚定 甚至不惜以此为筹码施展苦肉计 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打电话苦劝Jordan同去 1991年夏天 Jordan已经拿到了自己的首个总冠军 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开启 如果他不愿参赛 对美国队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然而 他早在1984年 还未进入联盟时就已经参加过奥运会并夺金了 对这个低水平的赛事并无夺冠的执念 休赛期他可能更愿意去拉斯维加斯大赌几天 或是和朋友打打高尔夫 因此他一开始是不愿去的 甚至让经纪人David Vogt放出话来 称这是洲际导弹打小虫子 但架不住蓝鞋和Magic的轮番劝说 他最终松了口 表示如果有其他的优秀球员去 他就会去 我们永远不用担心Magic的人格魅力 除了Jordan之外 他还搞定了已经进入生涯末年的Larry Bird 毕竟大鸟从未夺得过奥运金牌 也想圆个梦 这三位巨头的伟大无需多言 但彼时的Magic Bird 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前者被查出HIV 后者的背更是彻底毁辣 因此只有他们还不够 与Jordan心无执念不同 1988年汉城的失利 让上将始终耿耿于怀 于是他也加入了 球队不能只有一个中锋啊 考虑到大梦本是奈吉利亚人 直到1993年才获得美国国籍 另一个中锋名字呼之欲出 Ewing 您也许会问同为四大中锋的Shack呢 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会提到 Pippin想去奥运会 但自知成名太晚 觉得很可能去不成 不料 孟一主帅Chuck Daly 虽身为活塞主帅 与公牛不共戴天 却外举不必仇 非常欣赏Pippin 于是Pippin得以入队 由于没有总冠军 Moolin可能在如今名气稍小 但在孟一最初的选拔预案里 一旦Bird不能去 他的位置将由Moolin代替 被称作上帝左手的他 左手丝滑三分精准 常年有场均25分的稳定输出 还和Jordan一起拿到过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金牌 入选孟一合情合理 Malone和Barclay两位 顶级大前锋的入选也不奇怪 替补空位的位置很伤脑筋 刺客本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他和Jordan的恩怨 简直够拍一部电影了 2011年夏天 Jordan亲口向记者承认 我当年说过 如果刺客在队里 我就不打 同时 当Magic感染HIV后 刺客不仅没有站出来 为多年好友说话 反而公开质疑Magic的染病原因 甚至寒沙摄影指出 Magic是同性恋 这让Magic非常伤心 二人的关系开始恶化 于是在组建孟一时 Magic默许了Jordan的言论 并未站出来为刺客说情 除刺客之外 KJ和Tim Hardaway 本都是备选之一 但多方讨论后 最终选定Starkton 不仅因为他的能力 更因为他甘当替补的性格 1991年9月 孟一首批成员名单被发布 上述10人入选 还差两人 直到1992年5月 才最终敲定 Draxler不在初选名单中 甚至有消息称 他将不被选择 于是或多或少 产生了抱怨情绪 偶尔表达出愤慨之情 但好在 他最终成为了名单上的第11人 最后一个大学生名额 归属杜克大学的Latner 很多人疑惑 为什么不是Shaq 如果最后一个名额给到Shaq 孟一将实现 全员名人堂壮举 原因很简单 彼时的Latner 连续两年拿到NCAA冠军 91年拿到了四翔赛的MOP 92年则干脆包揽 一系列最佳奖项 是毫无疑问的 他不如Shaq 但论大学成就 他能秒杀Shaq 我们不能忽视 大学篮球的影响力 从技战术角度看 上将加Ewing的配置 不需要第三个纯中锋 孟一的外线火力又稍有不足 而Latner能在Fiba 打四五号位摇摆 还有一手中远头 自然比Shaq吃香 至于教练 前面已经说了 Chuck Daly 那么为什么是Daly 孟一的强大毋庸置疑 因此他们不需要 多么精密繁杂的战术 相反 需要简洁明了 因此Larry Brown和Don Nelson 被否决了 Bill Fitch和Dick Moter太老 蝉诗和Adelman太年轻 Reilly年龄合适 但性格偏执独裁 只有Daly 不喜废话 战术严谨 但不繁琐 搞定球员又很有一套 于是他成为了孟一主帅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 孟一的名单 四号 杜克的两连贯功臣 Christian Ladner 五号 海军上将David Robinson 六号 大猩猩Patrick Ewing 七号 大鸟Larry Bird 八号 蝙蝠侠Scotty Pippen 九号 飞人Michael Jordan 十号 滑翔机 Clyde Draxler 十一号 邮差 Carl Malone 十二号 将军 John Stockton 十三号 上帝左手 Chris Mullen 十四号 飞猪 Charles Barkley 十五号 魔术师 Irvin Johnson 主教练 活塞主帅 Chuck Daly 助教团队 Lenny Wilkins Coach K 和Core Lesmo 然而 在他们刚刚聚集在一起时 却在热身赛输给了一支大学生联队 这令所有人震惊 但内里原因却发人深思 原来 虽然孟一所向披靡 但几乎每个人都是所在球队的当家头牌 各有各的傲气 个人主义色彩浓重 在与大学生联队热身时 Daly不断用换人打乱球队节奏 不根据场上形式做调整 还在下半场拿下了Jordan 显而易见 想让球队输球 他也确实做到了 Daly想用这场失利警醒所有人 既然能在热身赛输球 就有可能在奥运会输球 所有人都要时刻保持高专注力 真正融入团队 于是之后的热身赛 孟一轻易宰杀了这群大学生 不过 能赢过孟一的大学生 又怎么可能是无名之辈 在这支联队里有Anthony Hardaway Grant Hill Chris Webber Allen Houston等人 他们将在日后各自绽放光彩 经历过热身后 孟一先出战了1992年6月底 开打的每周篮球锦标赛 六战全胜夺冠 场均晋胜51.5分 然后他们来到了巴塞隆纳 奥运会上他们八战全胜 连克 安哥拉 德国 巴西 西班牙 波多黎各 立陶宛和克罗埃西亚夺冠 这把21.9次抄劫和5.9次风干 这些数据全是美国南篮的对视奥运记录 他们八场得分全都破败 场均得117.3分 然后赞平的时间是7分1秒 八场加在一起只有6分5秒是落后的 这还得多亏克罗埃西亚 他们造成的麻烦是最大的 两次交手分别只输了33分和32分 决赛如果南斯拉夫不解体 或许胜负悬念能消散得更晚一点 正因如此 Daly在奥运会上似乎只是个观战位置更佳的球迷 他没有喊过一次暂停 因为孟一不需要 有人认为这么做是在藐视对手 但Daly却表示 我如果喊了暂停 才是对这些球员的不尊重啊 先让世人知道了 什么才是世界篮球的天花板 如Yuin所说 我们碾压了每一支球队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相较于富与顽抗 其他球队更愿意做的 是在赛前和赛后 向孟一的各大巨星 索要签名或合影 以此留念 除了优异的赛场表现之外 孟一的一些花边场外也非常有意思 就比如首战队安格拉 其他人都展现出了超巨的风范 围图Barkley在赛前的大嘴一脸 我对安格拉不了解 我只知道他们将有麻烦了 在比赛中 他居然向对方的Hirlander Coimbra 挥了肘子 理由是Coinbra一直在使阴招对付他 他示意了好几次 裁判都不管 于是干脆自己当裁判 但Coinbra是Barkley球迷 赛后飞珠爽快答应了合影的要求 然后对记者大吼 老子就这样子 不乐意看就把电视机关了 在其他人夜晚都出于安全考虑留在酒店时 也还是Barkley大摇大摆上街 身后簇拥着成百上千球迷 他耐心合影签名 还去奥运村找安格拉球员玩 Bird速来抠门 他去巴塞罗那的酒吧 问啤酒多少钱 得到的答复是7美元一杯 当即大怒 老子确实很渴 但这价格太贵了 绝世的全民二老也挺有意思 全王Hollyfield和Malone两大力量男 惺惺相惜 Starkton则随意领着家人走在街头 举着摄像机采访街边球迷 却没人认出来他 当然话题度最大的还是Jordan 很难说他这次来到巴塞罗那 到底是加班还是度假 因为除了奥运比赛之外 他夜里和Barkley Magic通宵打牌 白天拉上将Daily去打高尔夫 还有些商业活动几乎一刻不停 而到了奥运赛场 他的场均14.9分虽然不如Barkley多 但在23.1分钟的上场时间内得到4.13次抄劫 哎 确实非人哉 孟一的巨大成功也让Starn如愿以偿 他在孟一出征前就曾表示 NBA球员出征国际赛事 有益于全世界的篮球发展 事实也确实如此 孟一的华丽表演让很多孩子从此对篮球充满向往 Paul Gasol就承认 早年他在自家后院练球 在看过孟一后真正对篮球充满了梦想 甚至世界篮球史都能以孟一出现为时代间隔 此后NBA的外籍球员如潮水一般涌来 世界篮球高速发展 FIFA逐渐能与NBA分庭抗力 正因如此 孟一全员以篮球队集体的形式 在2010年入选了名人堂 而事实上 以孟一成员的彪悍 除了在NBA不慎得志的Leonard之外 其余11位巨星早已以球员的身份入选过名人堂了 甚至教练团队中的4人 也已有3人以教练身份入选过名人堂 取指算来 孟一所有成员合计 共有23枚冠军戒指 15个MVP 11个FMVP 100次年度阵容 42次年度防守阵容 116次全明星 11次得分王 2次篮板王 13次助攻王 8次超捷王 和1次封盖王 这样一支地球最强篮球队 入选名人堂不是他们的荣幸 而是名人堂的荣幸 对于球迷来说 能亲眼或从录像目睹这支篮球队 也是球迷的荣幸 而对他们自己来说 正如Barkley在孟一入选名人堂时说的 和他们在一起是我最美好的时光 没有自负 充满欢笑 很多人会提醒我 我没有NBA总冠军 所以对我来说 那块奥运金牌 就好像是总冠军一样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